欢迎观众朋友 继续来关心这一新新闻 修改天青杯五人坐卡丘要车赛 今天到三合在明镜农港开大 赞金910万块 现今有全国各地表现优异的队伍 总共有15个队伍座作为 向上窃盛球机提升国内的卡丘追赠 天青杯五人坐卡丘要车比赛 在这12月一合竞争害怕 现今有来自全国各地 总共15队优秀的选手 让全国的选手可以作为比赛 提升技术 也希望透过比赛来鼓励选手 发挥团队的助手 跟运动家的精神 除了以外 总共也高达10万块 我们嘉义士天青足球俱乐部 已经成立了三年 也连续三年得到足球总会台气迎 全国联赛的总冠军 今年4月6号 跟嘉义士政府正式合作 冠名为嘉义士天青足球俱乐部 那我们这次会办全国的邀请在国南组的 是因为我们的梯队要配合组总跟亚组联 跟国际组总成立梯队 就是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到社会队 然后职业队整个梯队建制完成 那为我们台湾五人制的足球做一定的贡献 天青年丸当属充业制中标诗 天青年丸卡球俱乐部已经成立三年了 在这次比赛是为了让卡球比赛的 国际任务团建立完整的制度 是国内卡球的一个雷神杯 最主要目的是要集合我们全国精英的队伍 能够到民选农工来参加比赛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认识一些全国里面好的一些 学员希望他有机会能够参加我们天青俱乐部的议演 为我们嘉义能够来出力 代表我们嘉义市能够为全国来做一个比赛 那我们新年碑里面可能要挑选一些优秀的学院 也借这个机会我们能够从里面挑选更好的学院 来为我们嘉义市天青的俱乐部来处理 明兄农工校长 中顺水标识 这次的比赛除了可以让全国的精英队伍可以做比赛以外 也是希望可以为内地竞出优秀的救援 可以建立立立立立队 可以在以后为了国家出力 世心新闻 明兄兄 雷一教 彩虹伯德 在整个嘉义市的农产品的行销上 我们就创立嘉义优先这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就是要帮嘉义市的农产品 穿一件衣服 让消费者都能够看到 哇 这个是嘉义的农产品 有品牌就有责任 我们从食安的检验 包括设立标准 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底下 我们才给你嘉义优先 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贴旨 给你认证 不管是在网路的电商平台 或者是在电视 或者是到跟台北的超市合作 或者到国道去做专柜的设立 或者到消费都市里面 直接去摆摊 或者在县政府前面加油好市集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多元广络的关系 直接跟消费者对话 这个品牌变成未来嘉义县政府 跟所有的消费者 直接对话的密码 那我想正对嘉义的农产品 未来的销路跟未来的发展 绝对是非常好的 如果真的只靠我们的话 我们真的很难做出品牌 那嘉义又先给了我们 一个很大的归属感 像我们这样的小农 有更多的机会 在不同的管道去卖我们生产的水果 这样